在长宁来福市 这个正队的一楼草坪的转角 也有家知名的牛排馆 即使你没有进去做过 也多少经过过 如今在他的二楼 一手字母M命名 开了家电中店 看到这么多红酒项目栽就知道 是一家主打 轻松休闲风格的Beach Show 统一的暖宗爱绿色调 灯光用爱 营造出浓浓的喝酒氛围 老板也是上海酒圈的红人 在上海 但凡喜欢喝几口葡萄酒的 都认识他 用大家的话说 有了这儿 又多了一个 可以安静坐下来喝酒的点 电梯里写着酒友们 提的词您的诗 盲猜这没个三分九亿 真还憋不出这么多字 藏酒叫空间不大 但选酒大多都踩在我的审美点上 最关键价格又好 菜单绝大多数都是两位数 下班偶尔过来喝杯酒放松 还是没什么负担的 约上三五好友 带上你的故事和心情 咱们一起把酒言欢 不管是三文鱼配奶酪 还是黑皮诺混着香杯蛋 来着喝酒人们 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 由于老板之一来自新加坡 所以很多菜的口味 也会偏东南亚热带一些 既吃得到娘惹风味 骨头一碰就会掉下来的 啤酒炖猪骨 也吃得到他们自己研发的 飘着漫漫酒香的奶油炖春鸡 就像电梯里写的那首诗一样 我们以这首歌迎接日出 我们摇着酒杯纪念日落 正所谓淡时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五湖四海朋友因为美酒美摇 相识相知相聚 在他乡在异地 我们偶尔忘却彼此的肤色国籍 即使生活都有不如意 但我们努力学着自洽 学着放下 好在今夜有酒 有故人 可以未封城 九国三巡 还能来份暖意十足的拉萨 据说是老板亲测正宗的 带着他家乡的味道 如果你也喜欢葡萄酒 喜欢饮一杯 期待和你在这里的偶遇哦